本土疫情升温 确诊者足迹主要还是分布在桃园 这也让当地人忧心会不会封城 国内医师分析要启动封城 有三个条件 必须是社区感染进入第四波之后 感染者达到一定的数量 而且无法理清感染源 但目前台湾还属于社区感染第一波的阶段 还不必考虑封城 但是一直到春节前夕 都还是这波感染的观察期 有医师也提醒春节期间 难免会有人群接触 但是尽可能把活动的规模缩小 也提醒大家要把握三大原则 请洗手戴口罩少去人多的地方 随着不逃感染事件扩大 本土疫情再升温 而染疫护理师与家人的足迹 还在桃园市中心 外界担忧是否会封城 指挥中心20号表示 如果评估后有需要才会宣布 对此国内有医师建议指挥中心 要着手拟定封城的SOP 到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 但也有医师这么认为 医师分析启动封城至少要三个条件 包含社区感染进入第四波 感染者也要达到一定数量 而且无法厘清感染源 目前桃园社区感染只是第一波 还不到需要封城的程度 不过接下来还是得安全度过观察期 才能过关 从这一波源头案838确诊医师来看 1月12号确诊 经过两轮观察期总共28天 也就是2月9号 刚好落在农历春节前夕 将是危险关键期 医师建议要想过个好年 比起恐慌更应该落实防疫三药 要戴口罩 要勤洗手 少到人多的地方 还有企业尾牙最好控制在100人内 不要邀请外宾 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接下来听感染地台报道 部立桃园医院爆发院内群聚 除了医护染疫之外 案869越南籍看护的感染源 也有待厘清 指挥中心研判 是因为案838最早染疫的住院医师 曾经在7号帮忙看护的雇主 抽胸部积水时 在一旁的看护因此被感染 但是国内医师指出 通常相关作业 应该会有其他的护理师在旁协助 为什么只有看护一个人确诊 而且雇主也没有遭受感染 诸多疑点还有待厘清 医师也强调 目前依旧无法排除 只有一条传播链 就怕没有及时找出 还在潜伏期未发病的隐性患者 万一这些人 接待病毒进入社区 一不小心 就可能引发本土大规模传播 部立桃园医院群聚事件 除了医护染疫 还有越南籍看护确诊 指挥中心研判 是因为案838最早染疫的住院医师 曾经在7号帮忙证明看护的雇主 抽胸部积水时遭受感染 但国内医师指出 通常相关作业 应该会有其他护理师在旁协助 加上雇主也没有遭受感染 诸多疑点人带理清 另外证明染疫看护 跟案838接触之后 隔了9天才发病 和这次院内群聚传播的D614G变异病毒株 很快发病的特性并不相符 也让外界质疑 那一般潜伏期本来就3到12天是最常见 D614G的潜伏期短一点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可是也不保证每个人得到D614G 都一定是5天之内发病或7天之内发病 本来就有人会晚一点的 应该接触到很多人 包括他的同乡 包括他在雇主 或者外面接触到的人 那所有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 桃园医院移出去的人都还可以追踪 因为你可以把所有的人验个抗体 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被感染过 这是比较容易的 医师强调目前依旧无法排除 只有一条传播链 就怕没有及时揪出还在潜伏期 未发病的隐性患者 万一这些人 攜带病毒进入社区 一不小心就有机会引发大规模传播 如何赶紧补破网降低风险 成为一大考验 记者 玻璃桃园医院群聚感染事件 累计已经有10个人确诊 前台大医院感染科医师林士璧表示 现在他更担心的是案864 也就是确诊护理师的先生 因为他去过多间餐厅 而且用餐的时候都会拿下口罩 如果其他客人和案864 用餐距离太近 恐怕也有染疫风险 更建议桃园地区的民众 如果有症状都要裁剪 还有民众把护理师一家三口 去过的足迹用地图标示出来 发现几乎都是在桃园蛋黄区 案864染疫的护理师丈夫 在确诊前曾到过桃园这家海鲜餐厅 足迹曝光后 业者大动作消毒 但人止不住民众内心恐慌 用餐退订电话响不停 尤其疫调公布 这名先生在餐厅用餐 长达五小时 更让业者无奈喊员 我们大概两点两点半左右 就全部客人都清场 然后就已经打烊了 所以说我觉得那空电时间 我是觉得有点疑问 来看看疫调资料 案864是在12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 在这家海鲜餐厅用餐 时间长达五小时 不过业者出示监视器照片佐证 证明当天下午2点21分开始 店内客人都已经清空 2点半的时候 也没看到客人在上门 不过前台大感染科医师警告 他更担心的是 案864在用餐时 一定会脱下口罩 当时一旁也在吃饭的其他民众 恐怕也得提高警觉 除了海鲜餐厅案864还曾在16号 到过一家小吃店吃面线 这几天店家也拉下铁门暂停业 而另一家豆浆店同样也暂停业 还有民众把护理师一家三口去过了足迹 用地图标示出来 发现几乎都在桃园淡黄区 更吓到直说 拜托郑市长宣布桃园封城 有医师提醒桃园地区的民众 都要拉高警觉 提高防疫意识 如果有症状 最后赶紧裁剪 记者赞不到 桃园南门市场因为被列为案 863染疫护理师夫妇 曾经造访的地点 历经休市还有连续两天消毒之后 今天终于重新开放 但是人潮不如以往大幅减少 有店家说开店三个小时 只卖出100元的商品 跟以前相差了20倍 更有摊商说希望政治人物 可以亲自走访市场刺激消费 否则这个年关真的很难过 历经连两天消毒和20号休市 桃园南门市场恢复开放第一天 终于有顾客上门 但人潮却是不如以往 消费者也显得更加小心 都有戴上口罩 因为日前指挥中心才公布 案863护理师夫妇 曾经来过市场 民众不免感到忧心 店家生意当然也大受打击 比过年那段时间人还少 根本没有人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才卖100块 过去呢 过去如果三个小时可以卖多少 卖2000块 超了十倍 重新开张营业 但三小时却只卖出100块的商品 让店家好哀怨 大探一整天根本赚不了多少钱 更有摊商表示 希望政府能够给予补助 或是有政治人物 能够亲自走访市场刺激消费 如果政治人物突然刚刚给我出来 他会讲说加油加油 不要买 没关系 如果怕他被感染就花一点红包给我们 没有关系啦大家一起做过啦 应该做过啦 市场恢复开放人潮却大幅减少 店家只能替自己打气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恢复正常生活 借林住场桃园报道 玻璃桃园医院群聚感染扩大 疫情严峻 继澎湖县20号要求公务员 不要到桃园出差洽工之后 云林县也呼吁 学校的毕业旅行跟户外教学 都不要选择去桃园 苗栗县上午也跟进宣布 公务员如非必要 不要前往桃园洽工 针对这一连串骨牌效应 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 大家要秉持合作抗议的立场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呼吁 同岛一命希望台湾员 不要过境下市 游览车上每个学生 首部都进行消毒 榆林震南国小六年级 总共127名学生 两天一夜毕业旅行 北上道淡水原本预定 21号晚上要住在桃园 大西饭店却临时喊咖 因为疫情 所以我们就是把晚上的住宿 还有用餐的地点 从桃园拉到南下的苗栗 疫情升温桃园爆发 医院群聚感染 澎湖县政府20号首开第一枪 要求县府所有公务员 禁止前往桃园出差 云林县长张立善也在晚间 建议各级学校毕业旅行 和户外交学都避开桃园学校 紧急阴影 我们所有公务人员尽量 避免到桃园洽工 很多的国中小在毕业旅行 所以我们也尽量 要求他们以台中以南的 这样的一个行程来做安排 像是还有我们县府的人 来的工忙 苗栗线上午也跟进骨牌效应 持续发酵 让桃园市长郑文灿 跳出来发声 国家一体 人民也一体 所以不会因为这样的发言 而改变我们任何的态度 而台南市长黄伟哲 也呼吁大家要团结抗议 同岛一命 基于我们都是台湾人 我们不需要做这种落井下石的动作 虽然部分县市切割自保 让桃园很受伤 但随着疫情升温 民众得提高警觉 减少接触群聚 也是防疫工作的重要一环 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疫情拉警报 不少县市政府纷纷取消了春节灯会等相关大型活动 如今国旅也出现了退订潮 有民众一早就打电话要退订相关行程 可乐还有熊师旅游都表示 民众可以选择转团或是全额退费 东南旅游则说灯会风炮行程 目前总共有20团取消 而原定这礼拜开卖灯会行程的易游网 则是暂缓上架 除此之外 还有国际航空也接连取消春节类包机行程 有旅行社业者预估会有5成民众退订 损失至少10到20万 电话响不停 旅行社人员手没停过 全是打来退团的民众 可以让你做延期或者退费 或者说转其他的行程 国内疫情拉警报 卫福部立陶原医院群居感染 累积至今使人确诊 各县市政府相继取消春节灯会等相关活动 引爆国旅退订潮 可乐及熊师旅游表示 民众可选择转团或全额退费 东南旅行社则说灯会风炮等行程 目前共20团全部取消 而原定本周开卖灯会行程的易游网 则暂缓上架 另外在航空行程方面 华航原定2月6号由747空中女王 直飞的唯一旅行则延后举办 至于春节南北对飞的行程 也确定取消 长安航空1月23号 类出国包机旅行则延至3月底举行 还有旅行社与台湾火航举办的 妈祖空中绕境航班活动同样顺眼 旅行社业者直呼损失惨重 下下个礼拜就已经逢过年 所以这一波刚好对我们来说是五五五波 时间都逼得很近 所以大概几乎都是在10到20万的损失 眼看春节假期将至 比起出游 防疫更是要紧 民众相继退停行程 恐再冲击旅行车业绩 记得邱玉婷猜入台北采访报道